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好 那天氣節手遊在微信上面有更新一個消息 那這個消息就是冰璃葛雲依跟殷熙精選的卡池齁 即將要上 上星 那月曆離哥 之前有介紹過這個活動 在第三次風車也有登場的 這幾天應該也會開放 我們看一下後面開放的時間是 5月13號到6月1號 那活動期間可以完成任務可以獲得施藍幣 那這個施藍幣可以在活動商訪 活動商訪的夢境小鋪中兌換限定的頭像 而不是頭像 顏框 淋浴石 吉匹 英靈 韓武殺 行外三破 那如果大家沒有抽到韓武殺 但是又很想要韓武殺的人呢 那要把握這次的機會 那如果印就有韓武殺了 要把握這次機會 那趕快把韓武殺升星啊 升起來 好 那再來就卡池齁 卡池這次 誒 它這次出三種啊 冰璃 殷熙跟 梗魚 哦 這邊寫說 如果你從本活動召喚的首個絕品英靈 必為 哦 哦 是這樣嗎 看一下 再看一次 哦 越來 越小藍光 限時精選開啟 然後你從本活動中 本活動中召喚的首個絕品英靈 必為 梗魚一 哦 終於改掉了 因為之前啊 大師我在抽 風鈴聲那個卡池的時候啊 我竟然抽到了梗魚一 這不是那個 機率提升的那隻角色 但是它這一次的變成是說 你只要抽到絕品卡 就是一定是這三張 假設說 你的背包裡面 沒有冰璃或是殷熙的話 那你就可能這兩張 綜藝章這樣子 它應該是這個意思 沒錯 對 沒錯 三明決筆英靈中 你尚未獲得的英靈 而且 但是它有寫哦 是首次哦 首次 也就是說下一次就不是了 啊 總比沒有好嘛 我覺得這樣不錯 那下次有風鈴聲的話 我一定要抽 風鈴聲 我上次風鈴聲跟誰 我有點不記得 還是那時候我抽風鈴聲 抽到這樣抽到葛魚一啊 好 比你應該不用多多介紹了 比你就是俠客屬性兵 OK 然後葛魚一 注油 然後屬性雷 但是我現在反而比較少放葛魚一啊 我現在都放白王比較多 然後殷熙 那它是鐵位 然後屬性為冰 好 那另外一個活動的介紹在這裡齁 我們看一下 玉令狸 那玉令狸 它這次有沒有改什麼東西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齁 呃 一樣是在藝文中的限制活動中 可以參加活動 那可以獲得金美的相框 跟韓武殺營運時齁 好 再來 限時副本 它是一個探索解謎闖關 OK 主要就是韓 欸 韓武神 然後韓武殺 然後依依 咦 依依上次風車中有嗎 好像也有 好 那就是主要就是西系里這個妖物 困在異世界中找尋回家之路故事 那這邊就不劇透了齁 那等大家去玩過就知道啦 好 那這三個人都是被 宿命所困之人 那三個人想摳摳摳的話 就必須找到西系里齁 然後在活動中會有拿到秘捲齁 然後去探索就是 呃 就是有雲霧繞的地方齁 我記得好像是一天可以拿到幾個警囊的樣子 一個警囊可以開啟一片迷霧 好像一天又限定一個 所以沒辦法一天直接破完齁 好 然後會打到這一個龍 這個龍是 是趙佑嗎 好像不是 對不是不是不是 另外一隻 這另外一隻 咦 開局第一關 這是跟巨龍 咦 真假的 他有變喔 咦 有變喔 這三個風車一開始是巨龍嗎 我記得不是 可能有改啦齁 好 那在通過這些關卡之後呢 可以獲得一個叫做私藍幣的東西齁 然後這個 喔 還可以通過使用地聽令 來掃當這些BOSS關卡 喔 賺取更多的私藍幣 喔 這是改多加的地聽令這個東西齁 那地聽令可以從 活動中的每日任務去獲得齁 喔 就是 就是 月定的一個的每日任務 會有一個地聽令 好 那 活動中有挑戰任務跟每日任務 然後只要根據任務要求 就可以獲得 一定限量的 數量的地聽令跟十字經 那五化版本的私藍幣呢 就是他應該有 不同的 兌換的 比如說相框 可能就是 私藍幣 對之類的齁 到時候 就是要消耗哪些道具 有種類要收集這樣子 喔 改成這樣子齁 OK 好 好 今天介紹就到這邊啊 主要就是卡池的部分 那卡池怎麼時候開放呢 有血嗎 沒血 下週是不是 欸沒有血 他沒有血 他就會寫月定的一個活動時間 可是沒有寫卡池是什麼時候 通常這兩個禮拜之後啦 所以就看一下是不是下禮拜了 應該是下禮拜 好啦 他如果沒抽到冰里的人 要保護這次機會喔 如果你已經有殷熙跟葛雲一的話 那這次是你種冰里的大好 大好機會啦 好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